哈喽大家好 各位一起来探索一个美丽的地方 它是位于意大利维尼斯都市区的一个地方 名叫卡奥兰 欢迎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颗隐藏的宝石 坐落在亚德里亚海沿岸 在这里 维尼斯的魅力与海边度假的宁静交融 你可以想象一下 漫步在这个色彩鲜艳的房屋下 条条的街道都填满了百年历史的回升 你知道吗 这座城市是由罗马人在公元前一世纪建立的 这幅田园斯坛的城市常被称为小维尼斯 拥有罗马起源 中世纪的奇迹和现代活力的迷人融合 当您行走在其鹅卵石的街道上 从古老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到宁静的圣母安洁洛 洛圣殿你都能感受到历史的细语 无论你是一个历史迷 海滩爱好者 还是美式爱好者 这个小镇卡奥莱都提供一种独特的混合 景点的和一些活动 承诺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所以赶紧收拾行李 戴上探索者的帽子 准备揭开这颗亚德利亚海宝石的 迷人故事和丰富的文化 跟我一起来看看喽 在这个充满魅力并且历史悠久的小镇 你可以想象穿梭在这么窄窄的街道当中 罗马的遗产 维尼斯的影响和现代的活力都交织在一起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当地人才知道的秘密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原来的名字 它这个名字可能是源自野生的山羊或者女神 卡布里斯 你可以想象一下 古罗马人在建在如今美丽的大教堂内 侍奉的阿拉里科维亚祭坛上进行仪式的行 那个场景 而且这个祭坛与利克维家族有关 是卡奥莱古代历史的有心见证 进到蛮族入侵的时候 一些难民再次找到了庇护所 你可以想象一个繁忙的小镇成为避难所的情景 标志性的景观上 总立的一座早期的基督教教堂 卡奥莱位于利文萨河和莱姆内河 和之间的战略位置 使其成为海上贸易的热点 可以想象市场上的活力和日常生活的喧嚣 在中世纪见证了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崛起 罗曼风格与哥特式建筑奇迹仍屹立不倒 卡奥莱城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九大宝石之一 拥有如威尼斯般的运河和桥梁 当地人亲切地称其为小威尼斯 则绝对是名副其实 拿破仑对他也有一些忧愁哦 文宁斯共和国的瓦解和拿破仑入庆 给卡奥莱带来麻烦了 想象一下最后一位教区主教 在1807年收拾行李搬到了基奥甲 标志着小镇的衰退 然而卡奥莱的精神依然不灭 等待着重生的机会 拥有数公里的沙滩 是当地人和游客夏季非常喜欢的景点 无论您在莱万特海滩享受细沙和清澈的海水 或者是在适合家庭的波雷特海滩 享受潜水和众多的设施 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 你可以想象在日光浴床上放松 享受遮阳伞和海浪的轻柔声 在成为度假地之前 卡奥莱是一个繁忙的渔港 渔业仍然是小镇经济的自助之一 漫步于卡奥莱街道当中 那里多彩的房屋排列在狭窄的街道和小广场之中 使人仿佛自身于一个微型的威尼斯 海滨的圣母安揭落教堂不仅仅是一个崇拜的场所 它的存在更让小镇的风景更加五彩缤纷 很多的食物你可以都在这条街上漫步的时候可以找得到 尽管随着现代的变迁卡奥莱仍然抓紧起传统 它的渔港不仅仅是船只停泊的地方 这里当地居民汇集交流故事保持社区感的文化中心 也可以想象渔民们在捕网打鱼时分享海洋故事的一些情景 它是一个擅长庆祝的小镇从每年的12月到2月的初 在冬季版将小镇变成一个冬日的仙境 伴随着圣诞节市场和溜冰场的欢乐 想象一下热红酒的香气和孩子们欢笑回想在这些五彩缤纷的街道之间 也不要错过国际街头剧场街 举时可以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会将卡奥莱的街道变成他们的舞台 如果您是海鲜爱好者 那渔节也将会是您的美食天堂 卡奥莱的美食场景是感官的盛宴 海鲜是这里的主食哦 而在渔节期间 小镇提供展示其烹饪记忆的美食 从传统的威尼斯料理到现代的创造 每一种味蕾都能找到令人垂淡的美味 这里仍然可以找到很多的现代设施 尽管历史非常悠久 在这里的度假中心 可以适合各种年龄段的游客 这里有露林地 运动场 水上乐园 餐馆和高尔夫球场 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既能够放松 和各种活动都可以完美融合的地方哦 想要来到这个小镇 你可以通过汽车火车 会从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轻松抵达 也可以租一个车自己开过来哦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顺畅的旅程 可以带你来到这颗亚德利亚海的宝石之地哦 来自田可以提前预定一些住宿 然后可以查看一些活动日历 了解节日和表演的一些时间 也可以漫步于历史中心参观渔港 也不要错过著名的圣母安杰洛教堂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